有將近十個月的時間沒有來到折舞 所以今天算是又臨時上陣來開場主持 所以都有來過折舞嗎? 第一次來舉個手好不好 我們還是想要知道一下 欸 蠻多的嘛 OK 好 那待會 其實我們前面會有一個很簡單的儀式 很有趣的儀式 相信大家從小到大都有做過 可是你可能會沒想到今天哪還要做這件事情 也許會有點錯愕 可是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還是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麼有這麼多人是第一次來嘛 那介紹一下哲學星期五都在做些什麼事情好了 其實我剛剛開場的時候有點想沒有台語講 為什麼 因為我說就是前陣子我們工作的關係 所以一直都沒有 就有一段時間沒有參與折舞 那介紹一下折舞 哲學星期五現在在台灣 有許多地方都有在進行哲學星期五這樣子公共論壇的空間 跟這個進行的運作的模式 在台北我相信應該蠻多人都有聽到 那台中已經三歲了是不是 是嗎 喔兩歲啊兩歲 兩歲多一點啦 兩歲多一點啦 好不好 那如果說今天是第一次來折舞的人 也許你是因為今天的議題 今天的話題是還特別來的吧 那待會也可以講一下為什麼想要來聽 那因為哲學星期五每個禮拜五晚上 每個禮拜五晚上我們就會在台中這個地方 那一群人居在這裡開始聊天 聊一些也許你曾經關心過了 或者是很多人在關心的 或者是說很冷門的 你覺得說怎麼會有人在研究這樣子的想法 有這樣子的議題 也許都可以在哲學會出現 所以許多人會在禮拜五的晚上來到這個地方 開始去討論 討論什麼 討論每一周我們去提出來不同的議題跟問題 然後開始一群人在這裡討論 哲學儀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我們不去引經據典 大家應該聽得懂這什麼意思啊 就是用一個你可以了解我也可以了解的方式 去做一個溝通做一個對談 讓更多人知道說這些人在做些什麼事情 也許像今天的 坦白說我昨天一直 因為今天要開場主持 所以我看了那個文案 我看了好幾遍 其實我還是看不太懂 到底在幹嘛 那也許待會 就如果說我們的主張者可以為我們講一些說 這些這個議題到底在談的是什麼 那也非常的就是說 大家如果有對這個議題有什麼想法 或者說你今天晚上為什麼會來參加折舞 為什麼會來是因為 因為聽到哲學星期五覺得很有趣 所以來了 還是為了特別要來分享 或者想要來關心今天這個議題特別來的 其實你都可以在待會的一個儀式當中 你可以來說一下 那我就要講的就是說 哲學星期五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每個禮拜五晚上為什麼一群人聚在這裡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互相了解 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這常常在講說 哲學五是一個孤單的靈魂聚在一起的地方 這很多人可能都聽過了 有點噁心 可是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談的議題並不一樣 那我們會希望說 從每一個不同地方來的人 你可以用不同的語言 或者不同的職業身份 不同的想法 來針對那個禮拜所提出來的主題 去做一些分享跟討論 可是呢 你可以知道說 哲學星期五 我們剛剛說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在台中已經兩歲了 那它是怎麼運作的 它的運作的模式其實是靠著一群平常 就在上班上課的上班族跟學生 在課餘在工作閒暇的時間 去把讓這個論壇可以順利的運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這個空間 大家 我們會有一些志工提早來啊 廠戶啦 或者是說待會兒收拾 以及這個空間的使用 都是靠著這一群志工 然後我們這樣運作了兩年 不斷的在台中這個地方去做出一些 可以讓更多人來關心 更多人來討論的一個公共空間 好 那我們就要談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運作還是需要一點經費 哲學五是沒有經費的 它靠的就是 大家這樣子 我們有缺款箱嗎 有耶 好真的有 在後面 如果說你身上有什麼零錢 我們不要說什麼拿多少 就有零錢的話 你可以資助一下哲學五 讓他可以順利的運作下去 就是他每個禮拜 可以讓更多人來關心 不同的社會議題 或者是公共議題的討論 那如果你覺得口渴 或者是你肚子餓的話 在這個想想的哲學五這個空間裡面 他樓下他也是有提供餐點 或者是飲料 如果大家有需要 也可以到想想這邊點購 乖乖的 好 那我們要講哲學五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 哲學五它是一個公共論壇嘛 也許可以這麼說 可是它是一個 以大眾 以每一個人為主體的公共論壇 所以哲學五有一件非常無聊 可是每一次都會做的事情 可是因為每一次做的人都不一樣 所以會當這件無聊的事情變得有趣 那叫做什麼 你知道耶 你有來過對不對 來過一次 來過一次 那你完蛋 你等一下第一個 這我介紹要講什麼 我們希望用很短的十秒鐘的時間 你可以分享一下說 你對哲學五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你會來參加哲學五 或者是你對今天這個議題 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因為我剛剛講的 我看了很久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今天到底要談什麼 那也許 有些人可能是知道的 所以他特別想要來 跟主講者分享 或者是提出他自己不同的想法 也非常的好 那就從你開始好不好 你示範一下什麼叫自我介紹 來 謝謝 大家晚安 那我是中興大學森林系大師的同學 我叫做葉仁偉 那今天會來到這個地方 主要是因為對主題是很有興趣 就是主題是我的情緒聯譜 和情緒牽牽手是嗎 對 那因為我之後是想要到鄉下當老師 那現在也在那個 就是學校的課服班 就是帶一些比較 就是低收入戶 學習低成就的那些孩子 那其實 像這樣子的孩子 他們情緒 蠻容易失控的 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說 怎麼樣子好好的 面對自己的情緒 這個是之後如果要當老師的話 老師必須要學會 我才可以帶孩子 所以今天會想要說 來這邊聽聽看 如果真的有人 現在有人在做的話 那他們怎麼做 或者說 那個狀況啊 那個心法 是怎麼樣去操作 我覺得是想要了解 對 好謝謝 謝謝 來 右手邊 大家好 我是中興大主 現在念 升零期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 今天來主要是因為 就是也是活動的主題很吸引我 然後 因為我本身自己是一個很喜歡 藝術的人 就是 就是 尤其是喜歡畫插畫這個 這一塊 然後 就是對一些情緒啊 或是一些 就是 就是我是一個很常 喜歡跟人家溝通跟聊天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會想要 就是藉由藝術這個管道 就是 再更多人不一定是兒童 可能是同學啊 就是 因為最近也很多人會想要 就是問我說 就是可不可以跟他一起畫畫這樣 然後 我也很想要介入這些東西 讓他們 能夠了解自己 或是更了解我自己 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聽聽 就是講個 怎麼講 情緒跟衣服這一塊的結合 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他們兩個非常好的示範 可是 告訴大家 我們只有十秒鐘而已 好 下一個 嗯 大家好 我叫沐昕 我是東海大學工業線 設計系說二的學生 那我同時也是一個 就是二童美術老師 那因為我以前的話 因為我剛成立啊 他們常打著 就是藝術治療名號 可是實際上 他們什麼也不做 所以我想要多了解 什麼叫做藝術治療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何茲穎 我是市立大理高中的學生 那我未來參加這個主要是 因為我覺得我對情緒 對於很想要知道關於這些的調整 還有在跟家人溝通情緒的方面 應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謝謝 謝謝 前面 然後今天一早剛好看到FV有這個訊息說 會講到藝術治療是什麼 然後一些案例的分享 覺得一定要來 對 謝謝 大家好 我之前有在東海 東海上藝術治療的學分課 然後如果大家有對藝術治療興趣 可以去找一下 就是東海的推廣部那邊有課 然後今天就是抱著 說原來就是世界那麼大 然後大家都很努力 在藝術治療這一塊跟你的心理 然後來學習 謝謝 大家好 我是Eric 然後我對藝術治療有一些好奇跟想像 然後想要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晚安 我是根平 我現在在東甲大學做設計 那今天晚上沒事我就過來了 其實是因為我有關心一些議題 但是我發現我關心的議題 其實沒有太多人關心 於是乎 我就覺得可能很多人都這樣子 我就去開始關心 我平常不關心的事情 所以折舞之後 有各種看不懂的題目的時候 我都會過來 他就是一個孤單的靈魂 可以插手嗎 當然在這個行業當中可以取一碼幾票 大家好 我是君沛 我是搭火車從彰化過來的 那我大學是念那個 台中科技大學引用中文系 那在大學時候就曾經接觸過 藝術治療這個部分 那就是剛好也是在FB看到 就是很有興趣 就過來看看 自我介紹 就是妳的 當作小孩 對啊 因為我在幼兒園服務 所以我就想說 這一點對我們小朋友應該會非常有幫助 然後我就想說再多進修 看看我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遊戲啊 或者是在說故事如何不知不覺的 讓他們很自然的可以運用到 對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張欣雲 然後我是一位作家 那順便打一下廣告 樓下有我的書 《世界的靈魂》在下面 然後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院子賣掉了一點點 那我本身有接觸過就是 薩提爾的家族治療 然後因為我看到他這邊有講到一些 運用藝術及遊戲的方式 然後帶入小朋友的學習 跟心理輔導上 然後我想看是運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這是一個我很有興趣的議題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可以問一下薩 薩提爾 他是一個家族治療的大師 OK OK 我們會找到嗎 不會 好 因為我們 可能一般人應該不太知道什麼是 薩提爾對不對 知道的舉個手好不好 欸 竟然有知道 好 那等一下再跟我們講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一個 我是小怡清老師 所以想要 大家多一點 那個跟小孩子溝通的方法 大家好 我今天是因為 就是看到這個議題的感覺 很沒有興趣 才來提醒一下 這個議題 大家好 我是周一納克 學生老師學系四年級 對 我依照素贏 然後我今天其實 也是算是看不太懂 就是題目啦 對 就是 因為這方面 就是教育或是心理方面 其實可能 我本來就比較沒有在接觸 所以我想說 就是今天算是開開眼睛這樣 謝謝 就是我叫小琴 然後我目前在物風執行一個大學的計畫 那我想要來這邊是 我們目前在物風經營一個文化銀行 然後有點想要把它打造成像植物這樣子的空間 就是經營物風的民眾 他可以有一個社區的空間這樣 所以我大概是來這邊學習跟找資源的 我們可以多給你兩分鐘的介紹一下 哈哈哈哈 那我一定要站起來一下好了 不用啦 就是 我現在做的這份計畫 他 文化銀行 他是一個算是蠻新的概念 那他是由食物銀行衍生出來 想要再做額外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他會有一點是 他會有一點就是 像我想要把社區經營成這樣子的方式 可能每一周會有一些讀書會 或是什麼樣交流的具體可以活動 可是目前物風還是以老人家居多為主 所以可能會偏向社區經營的方向 但是我有想要把它營造成 比較像是這樣人文氣息 所以會結合 會想要結合比較多就是 各位如果有文化專才 或是什麼樣想法的話 可以到物風那個 我們目前的場域在長青學院 然後會之後大概是四月之後 可能會陸續會有一些活動這樣子 有地址嗎 地址 現在 長青學院應該也 還沒有在腦海中有這個地址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能有一些粉絲專頁關於食物銀行 就是草陽科技大學的十五堂 再經營這樣 好謝謝 文bli 大家好我是彥均 那我現在是草陽社公系大事的同學 那我因為我比較有興趣的是 而 honor 社會工作這一塊 那我自己也有在一個教育感革基金會 當功讀生 對… 那… 因為我曾經被孩子很不好的情緒傷害過 就是被他忽了一巴掌 另外藝術治療部分 因為我本身以前是學古典芭蕾 那我對接觸社工之後就對藝術治療這一塊非常有興趣 那也一直有在找一些功課 所以來參加今天的活動這樣子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一位學生 然後就是因為之前有聽只能治療 還有接心理系的朋友有提過藝術治療 所以就算是對主題有興趣嗎 就來參加一點 好,謝謝 我是Petty 我是TC Timewalk 台中時空漫步發起人 然後我們目前是在台中中區 有帶領這個中英文導覽這個部分 然後目前還有一些學校邀約 所有需要就是去盜覽這些小朋友們 所以享受來這邊 來了解一下小朋友的這邊的活動 可是最主要還是來支持 今天的講者嘿嘿正教 我確定是有建議粉絲就對了 有建議粉絲就對了 有開了粉絲就對了 有開了粉絲也 韓妝 大家好,我是中311學系的侯玉琪 然後其實我已經一年半沒有來折舞 之前學運的時候很常來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要實習 所以就是有點幫忙 然後今天來是因為今天的主題 就是我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以後也會想要躲進整個 所以想要多了解一點 然後相信今天可以收 得到很多收穫 謝謝大家 各位大家好 本身我現在是在國小擔任開課老師 上學期我有操作 應該說透過藝術的療癒作用 然後帶領其是有問題的小朋友 然後在這邊跟他做一些相處 那下學期我們會把藝術 應該說我還不太了解藝術資料 但是我知道藝術它本身 有一個療癒的作用 那希望能夠 不是希望一定要說 我們準備要帶領一個小環府 那也是以情緒跟藝術來做手段 那這樣子來操作 所以我想說來了解一下 先前已經有人在操作的這個實力 而下學期我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謝謝 大家好我是冠魯 我現在在中心大學運輸系大學研究室 會想來這邊是因為 就是想了解說心理 心理師當師他們是什麼治療病的 就是說有沒有一個SOP的流程之類的 然後而且我最近 有小小研究融合心理學 所以我覺得想要了解說 到底沒有原型這種東西 就你們專業的看法 就是希望可以解答 謝謝你過 謝謝 大家好我是高師大工業設計系畢業 然後現在在台中某電腦公司 做基礎工程師 會來這邊主要是因為 我弟弟他是心理師 那他的以後出社會的志願就是當戲劇治療師 好謝謝 你弟弟是旁邊這一位嗎 沒有 大家好我是古大心理師大二的學生 然後大一個時候 第一次知道有藝術治療這個東西 然後其實我在心理師也還在找自己 未來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目前是對理師治療 這有興趣 他是藝術治療的一個領域 然後就想說 想要多來聽聽看不一樣的 藝術治療的想法 和之類的就讓我可以有更多想法來接觸 謝謝 大家好我是來自中正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 我叫欣賢 然後我本身喜歡文學 然後喜歡寫作 然後我喜歡很多作家的自殺 我覺得有點好奇 就是看藝術跟心理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來聽了 好 我們剛剛有一位作家 有點尷尬 大家好我是Sony 然後我現在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一個兩歲半一個一歲 所以我現在對就是 今天的主題很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應該會很受用 謝謝 大家好我是琪琪 然後因為我的工作 我是社工 所以就是也有聽過 這樣子藝術治療的那個部分 然後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相當有藝術感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一個沒有什麼藝術的知覺人 然後要怎麼樣套用這樣的東西 大家好 我也是個社工 然後是在台灣畫畫協會服務 然後我們的服務對像是 多重障礙身心障礙民眾 然後主要是自閉症患者居多 然後我們會以就是藝術帶入 讓他們可以就透過藝術的創作來做療癒 然後想要多學習這方面的知識 謝謝 大家好我是定文 我今天會來這裡參加J5的活動 是因為我有定期在FollowJ5 在台中的訊息 其實我沒有很常參加 但是因為看到這個藝術治療的活動 就比較特別有興趣 因為我在幼稚園工作 大家好我叫林玲玲 我來自台中 原本今天是要搭火車 幫那個彰化 我實現參加一場那個新書發表會 但是就錯過了7.26的那個車子 還好台中還有哲學行李 謝謝 你順便來了就對了 大家好我叫陳彥良 然後我就在這附近 大概兩三個禮拜沒有過來 然後就這樣子 大家好我叫盧雙 我對這個一體有興趣 然後可是不知道他活動裡面 賣的是什麼樣子 所以今天也給他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叫冠榮 我之前有參加黑黑他們班的那個 展覽的一個體驗 然後就希望知道這個計畫的全貌 所以來聆聽 我是主持人說的 非常冷門的那個科系 我是客家人 台灣少數民族哈達年 那所以 我是客家文學作家很特別 然後用自己的母語寫 寫自己的文章說自己的話 然後把自己的族群介紹出去 那其實這個團體邀請了我兩年 我今天才第一次到達 之前在民族路 對我一直沒有時間過去 那今天的議題剛好我有時間 而且我也很好奇 所以我就過來了 我們是不是在那個 李江雀那個 對 就是兩年前的 在中三一的時候 對 母語日 世界母語日 您 對 謝謝您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伊賢 心台音 心框神音的 你問問賢雅的賢 那我 對這個議題蠻有興趣的 而且 因為情緒上的關係啊 所以偶爾會寫詩 那都是會在一些詩刊登出這樣子 對 那有興趣聽一看一些藝術治療的果凍 謝謝 所以你也是個作家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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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東海社工系的 然後我現在在台南當兵 然後來這裡是想要豐富一下我當兵評級的心靈 為什麼你當兵頭髮那麼長啊 我替代一下 所以替側邊就好 大家好 我叫我喜璇奕 這個是個老師 那你來這邊也是指插整理 豐富一下當老師評級的心靈 大家好 我是段志友 那目前就讀台中教育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那因為我們是非科班的老師 所以在教學的過程中總是有一些忐忑 那今天想來豐富一下就是 是想要多知道一些跟孩子相處的方法 大家好 我是周文綺 然後現在在專門教學的七管系念書 然後今天會來是因為禮拜五就想要來折五這樣 謝謝 大家好我是陳芳 新陳的陳芬芳的芳 好然後我之前是在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分小工作 然後當老師兩年 那我在最後一個學期發現就是 學生因為是國小 所以他們在語言上其實還沒有辦法到達溝通的 或是表達自己複雜情緒的那個狀態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 應該說是去開始參加藝術治療門課 那時候在師大參加了兩門課 然後我就決定我要辭掉工作 然後認真的去考這個碩士 然後當我決定了之後呢 我家人就一直開始阻攔我 因為他們說台灣就是查了之後就發現 台灣這個領域根本就是太冷門了 然後連一個碩士班好像只有一個 然後後來還被廢系 就是現在的市北大 然後被合併這樣子 因為台灣的師資太少了 然後現在台灣唯一一個可以進修的方式 就是市北大的那個系 現在就是我剛才發現好像前面是我同學 就是那個東海 我們可能沒有一起上國課 這樣也可以 因為他說他是東海的那個學分班 然後我現在也在那裡進修 可是我一方面想要出國讀書 然後我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聽到就是台灣的這個現況 然後好像在簡章上面有講到說 面對這樣的現況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面對 或者是去加油大家一起努力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蠻想要了解一下 如果我真的考上了出去讀了兩年回來 我到底會不會沒有工作這樣子 好就是大概是這樣 好人粉肯定還是需要你啊 大家好 我們以前是同事 所以也是在孫小檔老師 那我自己因為這個經歷 所以對於兒童方面很有興趣 那自己目前之前參與過一些藝術計畫 所以也想要繼續朝藝術發展 那所以試著想要知道說 藝術跟兒童之間 這個領域還可以怎麼樣去發揮 所以今天來到這裡 謝謝 你們說那個生小是生理小學嗎 人本教育基金會生理小學 他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體制外教育 我們需要大家知道他在做什麼 人本其實是大概二十幾年前 開始推動不打童話的教育 那因為不能只是理論 所以要有實務 那就創辦了生理小學 那裡面呢 我覺得主要分兩個領域 一個就是看待兒童的方式 就是把他當成一個人 而不是他是一個小孩而已 那同時也是去理解兒童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教學方面的創新 就是老師自己設計教案 那這個就可以有很多種可能性 謝謝 謝謝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也在人本 所以 是喔 所以你們這裡有人本的舉個手 好不好 OK 所以不是認識就對了 那除了那個東海的 還有人本的 還有什麼其他團體 有隱居在裡面的嗎 好 那我們繼續那個 接下來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高斯特教大二的學生 那我第一次聽過那個藝術治療 就非常有興趣 可是因為就是學校本來這堂是選修課 但因為人數沒有完就沒有開 那我想說沒有上到就過來這邊 想要再多了解一些這樣 大家好 大家好我叫漫體大之機漫體大氣晚成的意思 我是彰化師範 彰化藝術教育研究所畢業的學生 然後現在是高中的美術老師 今天會來這邊是因為我的學生帶我來的 那他也是我 他也是我創作上的partner 然後在我的教學裡面 我自己因為藝術創作 常藝藝術創作來治療我自己 然後也把我在藝術創作裡面的想法轉化成教案 然後實踐在我的教學裡面 然後主要來這邊是我想要知道 有哪一些更具體的方法 而不是自己就是想要這樣做 然後就這樣的實踐課程 我需要更多的方法來實踐 謝謝 大家好我叫慈祥台中人 就是想要來聽聽看這個議題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我叫林奕偉 然後本身從事安心補教業 然後我是來看黑黑的 他是我們優秀的學妹這樣 然後我對他的意義也蠻有興趣的 大家好我是于亞 我是日本教育基金會森林小學的行政助理 對今天來是對藝術治療這個領域很有興趣 嗯之前也做過 就是自己也參加過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工作坊 那就也還很想再多認識這個領域 OK 大家好我是于于 那我今天來是因為 就對藝術治療這個主題有興趣 大家好我是麗靜 就是因為我自己工作關係 所以我們已經會接觸很多的小孩 那因為他們情緒上 有時候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好好跟他和平共處 所以我只是想來聽看看 有沒有什麼樣的辦法 可以讓他們的情緒 是在一個不適衝突的狀況 大家好我是德隆 我就只是好奇哲學新曲舞大師是什麼 然後就來 大家好我是麗隆 然後我是請教神科大義的人 然後就之前在新竹參加過哲學新曲 然後就是很喜歡他們的形式 所以就是剛好就是假日後來台中 然後也很喜歡這個去提升 我就來 我叫阿克 之前有經理大學畢業 然後之前有追蹤過哲學星期五的那個相關活動 但是之前一直都沒有時間來 那今天剛好我今天晚上好空 所以就過來講 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我是哲學星期五的志工 那剛剛聽到很多人的介紹 我東海社工畢業 可是研究所念的是社會學 所以我對於 從個人層次一直到延伸到社會結構的層次 我覺得反正就是人跟整個情境 就是本來就一直在不同的狀況裡面互動 那當然我關注的更多是整個社會結構的不公的問題 那在這個為什麼看到社會結構不公 是因為我們先看到個人遭遇到許許多多不同的問題 個人的問題 一些很個人層次的問題 議題 那因為今天這個文案上面寫什麼 中立理性客觀之類的 我們常常不被允許表達這些態度 那剛剛好我們哲學星期五是一個有立場有態度的公共論壇 我們不是一個中立理性客觀的公共論壇 但是也因為我們是有態度跟立場的一個公共論壇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一個公共的討論空間裡面 去允許有不同立場的人 不同態度的人來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意見 所以這個也就是哲學星期五要舉行 就每個禮拜要舉行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那剛剛有人在講說有在不同的社區 比如在物風在經營一些社區的空間 那我們就希望說越來越多這樣的公共討論的一個 氛圍跟領域可能越來越多 那如果有朋友對於哲學星期五怎麼操作也有興趣 會後也可以來找我 我們也很需要進攻 好 哈囉大家好我們只是來找自己更多情緒而已 謝謝 嗨大家好我是Ashley 其實我是前幾天經過這間咖啡店 然後覺得還有點特別進來逛一下 才發現這裡有這種講座這樣 然後因為剛好因緣際會 我最近自己剛好在自我的上面有一些矛盾跟疑問 然後新的主題就剛好希望可以從中去多了解我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開場主持人的粉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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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以回歸哲武開場 我們特別來捧場 謝謝 其實我們是哲武的至功 我們自己也很久沒有回來 謝謝 大家好我是謝長俊 我是靜義法律武器的學生 然後今天來的是覺得 醫術治療還有心理輔導 這個議題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那我最近剛好在研究 就是跟網路霸靈有一點關係的議題 然後覺得在這裡應該可以找到一些資訊 謝謝 大家好 我也是澤武的志工 我是玉如芳 我會特別注意到這場是 哥哥跟這一場的那個語彈人 嘿嘿有認識這樣子 然後他之前就是這個 這個情緒聯谷 放進出的故事的專案 這個時候有在網路上 就是叫大家要投他一票 那時候我也有投他好幾票這樣子 所以就是特別來看看 他這個執行的成果怎麼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澤武志工嘉義 那個題目叫藝術治療 但是去年不是那個 那個書局的牌合榜地名 就是叫秘密花園的那個塗鴉本 然後我就沒有買 但我去當我了那個朋友 分享網路上的那個空白格子 很簡單的版本 但如果發現我塗鴉完之後 我壓力超大 會不會有些藝術它 不見得治療 如果那個方法用不對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我就去那個外埔 就是去農村小旅行 然後裡面居然安排一個課程 就是它叫什麼 曼陀羅嗎 曼陀嶺 曼陀不知道忘什麼東西 曼陀珠 不是啦 然後它只是用很簡單的線條 三角形圓形 然後它就是讓你去觀察 你周遭一些東西 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內 我覺得好像真的有一種被療癒的感覺 所以就是好像在日常生活當中 藝術也不是太遙遠 然後除了去幫助他人 因為前面聽到好多人 他其實希望學到這個技術去幫助他人 但我覺得好像現代人更需要 就是把這個東西先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很好奇今天能夠聽到更多的分享 謝謝 喂 大家好 我是一個兒童物理治療師 那之前在醫院工作 接觸很多身心障礙而言 那現在在台中的一個私人的兒童教育中心 那做遊戲治療跟親殖思想等等 那想知道就是說 藝術治療在執行層面上面的情形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中心機械三星級 因為機械碰太多了 我覺得應該要來看看人 所以今天就來了 好 謝謝大家 樓梯上面有人 有有有 謝謝大家在台中的我 大家好 我是友文 我今天是主持人 就是主獎人的粉絲 然後來支持一下我們 對 還有 大家好 我是來 我是來聽聽大家的想法 還是這樣吧 你要傳下去嗎 好好好 後面的人 有沒有那個非得要自我介紹不可能 好 那我們就自我介紹就到這裡 不要給大家這麼大的壓力 不然待會兒都要去情緒治療 就是 我是佳佑 然後 對 小人 就是我們 我們之前的確都在 就是在哲學星期五當志工 那也 主持過一陣子開場主持 然後為什麼會不見呢 因為 前陣子 我覺得這可以再解釋一下說 哲學星期五 像剛剛總理講的 我們是有態度有立場的 可是他只不做一件事情 他不會讓 政治工作者 進入 不能說進入這個場域 就是說 為什麼不 不是拒絕 而是不需要 不需要的原因在於 政治工作 他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舞台 可以讓你去發揮 不管是選舉 或者是到立法院 總統府去 可以做你有權力去做的事情 可是哲學星期五 它需要的是另一個 可以讓更多一般人 沒有辦法 藉由那一些方式去 接觸到更多的 孤單的靈魂的時候 所開放出來的場域 所以 這是為什麼 我沒有出現的原因之一 可是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回到這個議題來講 就是說 剛剛這樣子自我介紹 我們可以聽到的是說 不管你在體制內 有學校老師 體制外 人本 或者是學生 不管你是工程系的 森林系的 心理系的 或者是已經在想要去從事 這方面的工作的工作者 其實哲五的空間就是這個樣子 希望可以有不同 來自於不同身份 不同的方式 來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可以在這一個場域裡面 得到一個討論 得到一個交流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 在這裡得到一些東西 帶回去 讓社會變得更好一點 好像是這樣 有點冠冕堂皇 講的沒有 可能也沒有那麼偉大 不過 就是說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在台灣許多地方 有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這樣子不同的論壇 在台灣每一個地方 在繼續的運作 讓更多人可以去影響到更多人 這大概就是哲五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多說那麼多 欸麥克風已經不見了 我們就把 我就先拿走了 交給主持人了 謝謝